HELLO 歡迎回到阿比的頻道 那今天要開箱的是這隻 Lokker X4的裝甲 那其實這隻對阿比來說 或是蠻多的玩家來說 在X4他算是蠻熟悉的陌生人 為什麼 因為X4那時候有另外一個裝甲 就是打秘技打出來的 黑色鎧甲 那隻真的非常的強 從頭衝到尾 隨便亂衝 就可以把敵人殺了片甲不留 那所以還蠻多玩家其實對這一隻 印象不是那麼深刻 那我所謂印象不是那麼深刻是說 因為我們都在接觸黑色鎧甲時候 那對這一隻他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顏色 什麼地方有什麼樣的構造 機構什麼 其實阿比也不是很清楚 對這一隻他的印象 那廢話不多說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這一次獸屋的這一隻 還有哪些配件 那一樣跟前幾隻都一樣 手型的話就是有這個 好像抓東西的這種手 手布 這個手布 這個手布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那個湯口 這個阿比有用打磨工具磨過 還是有一點點明顯 湯口不知道為什麼要做到那麼大 而且還要外露在外面 他明明可以把它做在這種像這種 接縫的底下做成隱藏湯口 他卻不做 而且一做那個湯口 大到一個不行 一剪下去就很醜 好的那另外一種手型 是這種髒手的 OK 再來是拳頭 好 一樣 然後臉部附了兩張臉 這個是沒有表情的 有點生氣的臉 那這一隻是 有點笑臉的 還有一張是他臉上這個生氣髒嘴的 看一下 生氣髒嘴的臉 好 那這一隻 S4的裝甲 這一次並沒有附任何的特效件 從X3開始就沒有再附特效件了 都是要去買那個什麼 什麼上升火焰版 那真的是有點 感覺是有點在騙錢 一直出那個上升火焰版 不知道要幹嘛 OK 那現在來看一下 這隻 S4 多客人他的裝甲的季節 好的 首先來從頭部開始看 那這一隻 這隻S4的裝甲 他的 零件分件 就是顏色分件還蠻多的 所以 組起來 會有一點花時間 但是不難組 而且 而且 他這些身上的很多鎧甲的零件 基本上都有設計 隱藏湯口 少部分會沒有 比如說像這個 腳部這裡 在這裡 只有湯口形狀 大多數幾乎都有 做成隱藏湯口 所以 組裝完成之後 會比較好看 比較不會看到外露湯口 除了那個 手部的湯口 不知道在大什麼東西 好 我現在看一下他的頭部 好 不錯 這些零件 分色 顏色不一樣的地方 全部都是 分開的零件 慢慢組上去的 大北這隻一樣 有在 一些細節的地方 上過墨線了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有 層次感 來 身體 這邊的裝甲 來 該B這邊 好 這些全部都是分色件 好 這次他都沒有 像 X3那一隻有沒有 X3那一隻 他腰部這裡 他就有那種 上漆的零件 那這一隻 這次是完全都送分色了 那腳部這裡 全部都是分色件 這裡的組裝會 最花時間 腳部這裡 好 好 來腳底 這裡一樣是用透明件 去詮釋 蠻漂亮的 來背後 好 那這隻X4的外觀表現 其實不差 好 OK 我們現在就是來看一下 這隻 X4裝甲 不可能他的可動如何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這隻X的他的可動度如何 來 首先 從頭部開始 頭部是球關 360度旋轉 OK 沒問題 再往前 好 會被他下巴卡住 往後 被他的安全帽 後面給卡住了 所以 就這樣 手部這邊 平舉 可以舉到那麼高 好 再來 這邊可以超過 超過90度 剛好還是被他的 裝甲干涉住 好 那拳頭這裡 他是 用 插把的 裡面是球關 好 跟前幾隻都一模一樣 所以他可以 旋轉 好 然後這裡可以稍微 活動 好 再來 腰部 旋轉 好 我們錄他是這樣 上面下面各一起 所以有稍微 多一點點的 動性 好 那再來 往前 是這樣子 看一下 往後勒 這樣 不要再用力了 再用力他就失手分離了 好 再來 該逼這裡 大腿 平抬 差不多這樣子 那往後 這樣 往前 就這樣子 那這邊如果一直把玩 他整個就會脫落 好 那大腿 可以 這樣子 好 完全 完全的可以跟他的那個小腿大腿貼在一起 好 剛好被他的裝甲卡住 那這裡的話 腳底板這邊 設計還是跟第一隻一樣 沒有改善缺點 加進第四隻的 這邊 很容易 玩一玩 就下來了 他的結構到底還是沒有變還是這樣子 所以很容易掉 每一隻都有這個毛病 OK 來 抖一下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他的可動性 好 OK 那接下來 就來 總拼一下 那順便把 其他的 三隻 這個系列的 其他三隻 一共出了 這第四隻 全部 剪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好的 那現在就來總拼一下 順便把這四隻 從第一隻X到X3 X4 解弱 這四隻 售這個X系列 售到現在已經四隻了 那從第一隻 這一隻還有附特效件 手炮特效件 有沒有 還蠻屌的 但是到了這一隻 這只剩光劍的 特效也不給你了 到了X4這一隻之後有沒有 完全不給你特效 什麼都不附了 再來這隻解弱的話 他是有附他的 光劍 有三種型態 OK 那首先 來講一下剛剛阿伯說那個 手肘的問題 為什麼說他有進步 來看第一隻就知道了 這個手 這裡這個地方 你這樣隨便把玩 這樣轉一轉 他就下來了 他就是一個 空空的 卡銷有沒有 卡榫 就這樣子空的 然後直接 裝在這個地方 就這樣而已 整個是 真的是很鬆 隨便玩一玩 他就會噴掉 再來到了這一隻 X3 一隻 那他的 手部這邊的關節 一樣設計沒有變 也是一樣轉一轉就下來 就是這樣子一個凸 插到這個水管洞裡面 就這樣而已 好 好 再來 為什麼會說這一隻有改變 齁 來拆開給你們看 好 看 他很緊喔 除了很緊之外 因為他的結構 他裡面多了一個 一個關節 是在這裡面 那再加上這一圈外面的 再包在外面 所以會更緊 原本那兩隻他裡面 並沒有這個卡榫 他這個外面這一圈 直接套在上面 所以很容易掉 那因為他這樣設計之後 就 緊實很多 那這一隻齁 解弱 他的關節 設計真的是 緊到 真的你看 要拿啊拿不下來 他的結構也是跟 X4一樣 所以他是從解弱開始 就有在 修改這個 手部容易掉的這個問題 但是 解弱這一隻的 攻差又算得太緊 非常的緊 緊到 你在把玩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 有可能 用力一轉 用力一彎有沒有 就把 他的那個塑膠 轉出白痕來了 那這隻解弱 其實 外觀看起來還可以啦 比較讓人詬病 就是他的頭髮 背面 這邊 這邊 正面啊正面才對 全是空的 裸空的 背面看起來很漂亮 有沒有 這樣很漂亮 但是他的 正面 我是沒辦法接受這種 一千多 一千多塊的玩具 給我這種 品質的東西啊 還賣那麼貴 真的是 不用偷膠偷成這樣 好 那這一隻 X4裝甲的話 我是覺得是有進步啦 進步還算OK 還蠻多的 除了 他的那個 這四隻 都有個共通的問題 就是他的 腳底板的這邊的關節 一樣 都一模一樣 從第一隻開始都是很容易掉 到現在 第四隻 都沒有任何改善 希望 售屋下一隻 可以做改善 再來 手部啊 那個湯口啊 不知道為什麼 已經出到第四隻了 他還不做隱藏湯口 而且 湯口做得又大又肥 真的是非常讓人 讓人家看到非常過病 因為 你在做的時候 要花很多時間去另外加工 就是這樣打磨啊 要不然那沒有磨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醜 OK 那你問我 會不會繼續收 沒辦法 這是童年齋 下一隻我記得是 X2的裝甲 如果沒錯的話 那一隻 一樣會收回來 再拍影片給大家看 其實阿伯這個系列售屋的X 一度有 不想收的念頭 因為之前真的是他的品質 一直都沒在進步 到X3的時候 沒有任何進步 解弱 那時候解弱一下定的時候 就有種 後悔的感覺 想說乾脆不要收了 後來還是很犯賤的 又收了X4 還好這隻X4 沒有讓人太失望 因為 改善了蠻多的缺點 然後 分色鍵都做得非常的好 可以說 如果你 還有那種 童年情懷的話 對洛克人這個 我們小時候的英雄 英雄人物 還有那麼一點情懷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系列不錯 因為 他的比例阿那些 都比以往那些 以前舊版 吉他家出過的洛克人 其實他的比例都還要更好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這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掰掰 拜拜